美国海军宣布 其海浪级攻击核潜艇 在南海下潜行时 撞到不明物体而渐身受损 导致11名人员受伤 虽然不知道究竟撞了什么 但海底触礁受伤是最大的可能 2005年 美国就金山号合同的攻击核潜艇 也是因撞上海底山而严重受损 海浪级市的美苏冷战 打造的终极猎杀潜艇 速度快 搭载武器多 感测能力强 是美国海军中最大最快 也是最中装武器的潜艇 美洲海浪级潜艇的火力 足以击沉一个航母打击巡 但一艘造价高达30亿美元 最后只造了三艘 这么先进的潜艇 竟然会撞到不明物体 而在9月 中国大量运发反潜机 和空警500预警机 出现在珠碧角和美气角 这引发了一场猜想 康涅狄格号是否被发现后 慌乱逃窜中才出交的 中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 中国海军作战海区 可以划分为东海与南海两大部分 东海翻平着渤海经济圈 和长江经济圈 以及东北大部分核心区域 这一海区正面块 洞生前是典型的半峰壁市 边缘海 距离中国240至380海里的 输球流道 正好卡在出口处 将是未来海空战争的 主要战场和敌国的海空通道 因此是防御中的重中之重 南海不同于黄海和东海 中国在南海拥有诸多岛礁 南海海区东西战 南北城 中国陆战激进中城打击力量 很容易夺取制海权 但南海也是一个 利于潜艇活动的海区 南海以无藏身之处 从美国核潜艇航悬的事故 联想到中国反潜系 中国90%以上的 进出口需要海运 石油 煤矿 铁矿石 全部需要海运 因此海上交通线 是中国的生命线 对于海上交通线来说 最大威胁就是潜艇 21世纪开始 美国海军就在关岛成立了 拥有三艘洛杉矶级 核动力潜艇的第15潜艇中队 按照其中 三分之一负责巡航 三分之一接受训练 另外三分之一维修的使用原则 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时 有一艘潜艇在全天候巡逻 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 配备战斧巡航导弹 射程1500千米 在第一岛内外 就可以攻击到中国沿海地区 美国近年来 不断加大潜艇作战力度 包括派遣升学探测船 到南海获取升学及环境信息 派遣为前海作战彻集的 伯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进驻日本 并计划将15潜艇中队的潜艇 增加到6艘 今年7月服务海军官兵家属的 美国联合服务组织 西北工会在推特上发布的照片 间接证实 这款美国最强大的攻击核潜艇 已经部署太平洋 民间舰船追踪者 发布的照片显示 三艘海浪级潜艇同时航向同一方向 一艘海浪级核潜艇的出现 已经是巨大的威胁 而三艘都部署到关岛 其中意义不言而喻 显示美国正在对 中国这个最强性的对手的态度 美国太平洋舰队 如今面对360艘中国战舰 比整个美国海军的220艘还多 美国不得不部署取得资源 到太平洋地区 很明显 美军的水下径艇 在中国强大的空军和火箭军威胁下 将无所实施 能使用的也只有这些潜艇和轰炸机 除美国外 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数量 也会从16艘增加到22艘 日本海上自卫队虽然没有核潜艇 但是最新的苍龙级潜艇 是4000吨级大型远洋AIP技术潜艇 可以在水下500米活动15天 5G除了线导鱼类 还有鱼叉反舰导弹 其他周边其他国家 如韩国也会引进了212A型AIP潜艇 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 也从引进了法国潜艇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则采购俄罗斯的基洛级潜艇 这些潜艇采用了大量的 顶尖潜艇高新技术 作战能力大为提高 极少需要浮出水面 水下活动时间大为增加 具备较好的隐身能力 所以随着周边潜艇的增多 近年来整个中国海域都将成为 全世界潜艇活动最密集的海域 频繁出没在中国近海水域的外国潜艇 已经对中国沿海甚至内陆 构成了实际威胁 因此中国面临的水下威胁 当今中国海军的反潜范围也是空潜的 为了应对潜艇威胁 中国也建立了空中水面 水下三位一体反潜体系 其中最高效的就是反潜机 反潜机的速度是核潜艇的20倍 能够快速抵达战区 美国海军高峰时 拥有200架P-3C反潜机 日本也拥有100架 近年来反潜巡逻机 已经成为中国海军发展重点 装备规模也在迅速扩大 逐步建立器 对广阔近海海域 展开新场景反潜巡逻 对水下目标快速反应的 搜险工险反潜体系 90年代以前 中国国防思想是陆军为主 海军只是个配角 加上空军作战半径小 难以执行护航任务 所以长期忽视了反潜机队 海军上世纪50年代 也拥有过6加别 6型水上新逻辑 但没有专业的反潜设备 80年代 中国自行研制的水空5型 水上反潜机 装有雷达 声纳 磁碳仪 但遗憾的是未能解决 滑行时的震动和设备 武器的问题 长期未能定行 最终未能装备 1986年 后期需要海上反潜机的中国 决定拥有运巴运输机 装上加拿大力达 和美国冠型导航系统 改装成运巴X 按机海上巡逻机 服役后主要用于 南沙海上巡逻任务 利用较强的海上搜索能力 为海军近海作战 提供宝贵的信息 但运巴海上巡逻机的性能 无法与P3C反潜机相比 P3C反潜机不但速度快 而且航程远 而且还有工潜作战能力 英巴X型 按机海上巡逻机 专业设备效率低 没有配备工潜武器 没有P3C反潜机 那样的工潜作战能力 所有的涡浆6发动机 功率不到4300马力 导致速度 比每制的P3C反潜机 慢2200千米每小时 速度慢 恢复战场的时间就慢 赶到时 潜艇已经跑得老远 反潜机需要搜索的面积 较扩大 搜潜成功概率就降低 而且运八海上巡逻机 在南海这种地维度 高温度的环境下 运用发动机功率 还会进一步下降 甚至连爬升 躲避雷雨天气的能力都不足 而且数量远不超过20架 无法连续监控所有海域 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90年代以后 空军研制了 亲密性的运八C运输机 但取消了机身油箱 载重量减少了10吨 航程降低至4000千米 对需要1000千米以外的 南沙长时间巡逻的海军 是个问题 所以运八C型运输机 没有用于改装海上巡逻机 21世纪后的 运八高新工程平台 就是为了一些 对航程和滞空时间 要求较高的特种飞机而研制 换装M我讲 6C发动机功率 已经提高至5100马力 起飞重量增加到65吨 油箱容量增加到20吨 航程达到5000千米 滞空时间达到10小时 基本可以满足反潜机要求 所以运九型运输机 为平台改装的高新6号 反潜机也就研发成功 并交付服役 高新6号反潜机 配备有大尺寸 内海搜索雷达 升纳浮标 探测1亿机 4-6枚反潜雨雷 雷达可以发现 60海里外的水面潜艇 30海里外的潜艇通气管 和20海里外的潜艇潜望镜 光学热备可以发现 10海里外的水面潜艇 和1-3海里的潜艇尾流 当发现潜艇下潜时 就会在潜艇消失点周围 投放升纳浮标 并往复飞行 升纳浮标两分钟 被动式浮标只收听 周围噪声 有效距离为20-50列 主动式浮标 则发射电波进行主动探测 有效距离为10-30列 通常投放一个 BT浮标来评估 指温已知到不同温度见的 温月层在哪里 如果不投放一个浮标 那么浮标会被分别放置在 30米到70米的深度 以便收听温月层层面上 和层下的水声 高星6号反潜溪 机尾还有一条 测定水下磁场变化的磁碳仪 不过磁碳仪作用距离有限 需要贴近海面50-100米低空飞行 鉴别目标飞行太高 潜艇潜太深 或者云层低于100米 能舰度小于1000米 五吨级海浪是基本无效 不过中国在量子探测技术上 投入多年努力 若超得量子干扰机技术成为现实 潜艇的地位将遭受重大打击 进而影响整个海洋战争体系 反潜期一次完成任务 至少持续两个小时 飞行员早上起床 就会得到一张凌晨送来的飞行计划表 机组人员吃完餐 在准备室内进行任务简报 准备室内播放了七项简报 情报军官员 只要介绍今天之前的任务 提醒机组人员 寻找一周前从关岛出发 即将进入南海的一艘美国潜艇 他被怀疑试图 向海南岛进行侦查 并展示了潜艇的图片 然后指班官兵 简要介绍了飞机编号 飞机状态 频率代码 最后飞行员 简短地讨论任务和紧急程序 然后机组人员 带上所有的飞行装备 走向停机泵 飞行员开始进行检查 发动机叶片是否有损坏 轮胎是否过度磨损 液压油 燃油是否泄露 并确认升纳浮标 是否放置和飞行前 要拆卸的插销 是否已经拔除 突然 最后放下的升纳浮标 发现上方疑似有什么东西 信号非常弱 由升纳探测的英文等分析 判断 可能是美国核潜艇 此时没有其他浮标基础 这个浮标信号被上传到数据链上 以便指挥部 知道潜艇在什么海域 很快这个浮标便丢失了目标 另一个设置在70米的浮标 检测到了微墙信号 整厅显示 正在向南方拾去 虽然反潜机携带有反潜于雷 但和平时期 是不可以攻击领海以外的外国潜艇 最多是记录 储存其升纹特征 模拟攻击演练 只有对于闯入领海的潜艇 还会实施警告性攻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